在美韓峰會後,拜登總統和南韓總統尹錫悅誓然在包括北韓、台灣、南中國海等重要印太地區議題緊密合作,也對包括緬甸等人權侵犯表達關注。 就在雙方舉辦了美韓雙邊會談後,在記者會當中,拜登總統強調兩國合作並稱尹錫悅總統也同意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今天,拜登在雙方中和我 Eco和我臉順的努力擁有所在成功的接觸與靖子、 電充電堡國也有必定的柬埋和尖釋之間, 迫私上平積的要綜強力保持特效力, 尤其會被保持共無法繼續捷運中國海洋保持美國的強調侵而命運日後, 拜登總統和南韓總統韻石月在聯合聲明中表示 重新對維持包括南中國等各海洋的和平穩定、合法並不受阻擾的商務 尊重國際法自由航行和飛航權的承諾 兩人並且重新維持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說這是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關鍵元素 同時對印太地區包括雨面等人權侵犯現象表示擔憂 此外拜登總統承諾為南韓提供更多客座手段 包括使用核武、傳統和導彈防禦能力 雙方同意盡早重啟高層擴充客座戰略與顧問小組 兩國將會討論擴充聯合演習 還有朝鮮半島周圍軍事訓練的規模 兩人同時也關切北韓急腳上升的新冠疫情 並且願意與國際社會一起協助 並且強調美、日韓三國關係的重要性 拜登總統也歡迎南韓願意加入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努力 自至於朝鮮半島周圍寓 並且期待中在死的中文族